可这个图X轴要排序 例如说这边是认定的一个棉 然后怎么样排序呢 我想先做个筛选好了 因为我们的实价登录的资料 是从2010年开始 所以之前的资料我先不要去看 先把那个可能比较产生 就是手务的资料我先过滤掉 所以我请你们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资料 过早的资料什么1950年 我都先不要看好不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筛选 如果你的筛选本来是长这个样子 你就打开来 一筛选 二你一定要点到这张图 没有点到这张图 这边是不会出现这些内容 你没有点到图 这边筛选是空的 点它一下 然后筛选 针对年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day month quarter跟year 好 请打开这个年 然后我们是找 就是介于好了 小于或等于 小于或等于20 我们先不要看今年好不好 好吧 把今年也加进去 小于或等于2022 且大于或等于2011 对吧2012 然后靠用筛选 可以吗 因为为什么不看 好没关系 因为等一下我才要讲到这里面 因为我们现在是看总价 它不是看平均 它就把它预设都是用加总算进去 好请问你现在你会不会做这个筛选 就是打开筛选 然后针对年去设定 我只先看小于或等于2022 且大于或等于2012 筛选做完 筛选做完 请问一下 这是加总 这是加总 可以了解 这是单位是什么10亿 好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以平均 因为我们要看的是那个平均 每单价元平方公尺 对吧 好 去看说中立 我们现在只能先整个桃园 等一下我们才要切 切 而且还要去做比较 可是我们先把这个Y轴 Y轴 有看到这个视觉效果 筛选我用完了 我就先关掉 视觉效果 麻烦请把这个Y轴切换到平均 怎么切换 单价元平方公尺 元预设是加总 改成平均 而且请你看一下 桃园市的 现在是全部都加进去 反正只要有交易的买卖 都算进去了 有听懂 就是你只要改一个地方 元预设是加总 不管你算任何事情 它放进去的是加总 你可以按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Y轴 单价元平方公尺改成平均 对 对 感谢观看